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新概念语第三册的第七课 就是Lesson 7 Mutilated Ladies 残超鉴别组 这个名字好像残缺不全的女人们 看名字好像恐怖片一样 这个课文比较有趣 咱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咱们还是先读一读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38 打开书到第38页 跟老师把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先搭上来读一遍 好 动作快些 打开到38页 Now read off me Mutilate Mutilate Chu Chu Fiancé 注意这是个法语词汇 最后那个字母意义好像上面有一瓶一样 这是来自于法语的 我们再来一遍 Fiancé Fiancé 好 下面一个 Microwave Microwave 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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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keeping Safekeeping Newcastle Newcastle Identify Identify Spokeswoman Spokeswoman 好 那么生词短语 吴孟老师读在这儿 下面我们还是挑一些重点词汇来看一看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就是使某人或某物残缺不全 咱们看着音标再来一遍 Mutilate 再读一遍 Mutilate 既然是使使残缺不全 那么这个词一般来说都是急无动词 或者后面加冰语或者用被动都可以 指人指示物都行 咱们现在看一个指人的例子 He was mutilated in a car accident and lost one arm 这个人在一次车祸中身负重伤 就身体残缺不全了 丢了一只胳膊 卡车撞了一下 咣当 人没事 胳膊让车拉到大兴去了 这人残缺不全了 He was mutilated 可以用它 不一定是人 是东西也行 一个物质也行 你看这句话 The painting has been mutilated by a boy 这幅画被一个小男孩给搞得残缺不全了 小孩淘气 拿着画撕拉一下 这一脚没了 可以用它 你看指人指示物都行 指人指示物都可以 在本文中它是指人 因为它修饰这个ladies 指人的话我们有些类似词汇 比如说指某人身负重伤 我们有这么一个词 跟老师大声度下 maim maim 这个使某人身负重伤 可以用它 同样我们看一个例句 也是几乎动词 你看他说 One man has lost his life Another has been maimed 我们派了两个人去 结果呢 有一个人死了 丧了命了 另外一个人呢 身负重伤 has been maimed 他使受重伤 这里用被动是对的 这是跟这个使残缺 类似的一些词汇 那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叫使某人瘫痪了 这病毒不轻 瘫痪 瘫痪半身不随呢 也是几乎动词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度下 paralyze paralyze 这就是使瘫痪 使半身不随 这个我们用的是美式评写 英联邦国家呢 一般会把ze 评成se 但都行 都是使瘫痪 使这个半身不随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accident lapped him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这个事故怎么样呢 这次事故使得他 这个leave 一般会是lapped 表示使某人某物 遗留在什么状态之中 那事故过去之后呢 这个人从腰部往下 半身不随了 瘫痪了 waist 是腰的意思 from the waist down 从腰部往下 都动不了了 使半身不随 使瘫痪 叫做paralyze 经常就做派生意识 一个国家经济瘫 等等等等 也都用它 我们在这看 指人 还有一个呢 我们使某人瘫了 这病都不轻 使某人瘫了 腿瘫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 急骨动词 在大声动词 cripple cripple 这个叫使瘫了 同时这个词呢 当名词来用 也可以表示瘫子 当然这个 并不是太尊敬的称为了 就张瘫子 王瘫子 这么一个瘫子 瘫不会写 就病加肉嘛 病字框 里面加一个肉 当然跟肉加膜两回事 就是病加肉 就瘫 使腿瘫了 作为名词呢 就是瘫子 那如果表示这个人使 他残疾 使残疾怎么说呢 有个常见字 考得特别多 就是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几乎动词 disable disable 叫使某人残疾 使他残废 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残疾人呢 直接可以用泛指嘛 disabled就好了 我们知道disabled是使残疾 disabled 当然形容词就残疾的 残疾的前面加个定乎词的 表示一类人嘛 穷人叫the poor 所以残疾人我们读一下 the disabled the disabled 就好了 当然还有一个表达 一样 the handicapped 也行 这个handicapped表示 有障碍的 身体有残障 残障嘛 用这个词也行 也是当形容词来用 有残疾有障碍 前面加定乎词的 我们分别表现两个 泛指的这个名词端语了 我们大声读一遍 the disabled the handicapped 都行 都可以 但是这些残的障 一般在报上 咱们不喜欢用这个词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在英语中 有了一个表达叫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政治上正确 什么叫政治正确呢 就不要说一些 伤害少数人的 什么感情的这些话 什么 就我们说过了老话 就当着错人 别说短话 就是这个人本来 这个身高就不高 总就要是挫子挨子 他就不爱听 你看这报纸上 用残用账的 残疾人看到就不开心 所以往往用一些 其他词汇呢 来不得替换一下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该怎么翻译 你像我们尽量 可以用这个表达 叫做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其实我们也是指残疾人 这个physically 表示在身体方面 这个challenged 叫做被挑战的 在身体方面被挑战的 其实就是残疾人 缺胳膊短腿没脑袋 这种身体上遭到了挑战 但是你看 他把残呢 什么杖啊 这个词绕过去了 而且还暗示了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这属于这个 委婉的语 softer language 更柔远的语言 那下面咱们看 这种人是什么人 他叫the mentally challenged 也是受到挑战的 这个mentally呢 比如咱们以前讲过 第四课说过吧 比如大脑 脑力方面 在大脑方面 受到挑战的 就是弱智人 就是弱智人 脑子有水 在大脑方面 总受到别人的挑战 这是表示这个弱智人 这弱智多少也算残疾 你看下面这是什么人 the horizontally challenged 大家可能知道horizon H-O-R-I-Z-O-N 这名词到这儿 horizon表示地平线的意思 那horizontal 如果加TL呢 表示水平的 我们把这形容词读一下 horizontal horizontal 副词就horizontally 在水平方向上 在水平方向上受到挑战的 那是哪种人呢 指这个肥胖症患者 不是一般的胖子 一般的胖子 还到不了这地步 这是从病了 就是一般人重200斤 还是正常 这个人重800斤 就是进门的时候被卡住了 得用吊车吊出去 对吧 这种叫水平方向上受到挑战 出门出不去 那下面这种人是哪种人呢 你看就 the vertically challenged 我们知道vertical 表示垂直的 我们先读一下这形容词吧 L-Y去掉 跟老师答上来别 vertical vertical 同样再快点之后 这个t会着化成绩的 再来别 vertical vertical vertically 叫垂直方向上 垂直方向上受到挑战的指什么人呢 大家可能能猜到就指那些诸如症患者 垂直方向上够不着碗 这个个儿小了一点 这些词就比那些直接说什么残的什么急啊什么什么账啊 看起来就不那么刺目啊 这是physically challenged 等等等等类似表达 但我们知道都是指残疾人就好了 这是指什么残障受伤相关词汇咱们一块看 下面来看一个咀嚼这个词汇 其实就是说白就嚼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读一遍 choo choo 叫咀嚼 就是用牙来嘎蹦蹦的嚼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先 听到突伏听一题 我们先看看这个题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嚼这关键字 我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先仔细来听一遍 就一句话 我们再听一遍 看一个选哪一个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aspirin叫阿斯匹林了 根本没出现这个药 应该选择什么呢 选D正确 swallow this tablet 来把这些药吞下去 你看这个tablet 其实就是刚才在对话里面那个 a pill 表示一片药的意思 这同一次做了替换 要不然答案就太明显了 我们看看原文 为什么应该选D Question number 10 Here take this pill and don't chew it 大叫Here take this pill and don't chew it Here 别翻成这里 就是语气词 来来过来 来把这药给我吃了 注意别嚼啊 得吞服 不能嚼 当泡沫糖 那么吃不行 得吞下去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选C swallow this tablet 来吞服这个药片 你看不要嚼嘛 就得吞下去 我们须本来吞 我们须便把这吞也读一下 swallow swallow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药片 这个词 tablet tablet 你看 two tablets a time 一次吃两片 是这么一个 这是本身表示嚼这个词 那么嚼经常跟咬同时出现 我们先咬下来之后才能嚼 对 我们咬这个词用bite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个习语 就把这两个东西用了 就bite more than one can chew bite more than one can chew 就什么意思呢 咬下来的东西比一个人能嚼的要多一些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试图去做超过自己能力限度的事 咬了这口太大了 嘴填满了 嚼不了了 就是没有金干钻 偏要去揽着瓷气活 这是这个试图去做超过自己能力的 这么一个事 叫bite more than one can chew 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咬 那么咬完了嚼了之后呢 我们刚才看到有吞咽 这吞咽有好几个词 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吞咽有这么一个词 再来一遍 swallow swallow 这个swallow呢 做动词是吞咽的意思 做这个名词就是小燕子 不是环珠格格林的小燕子 就是我们动物那个小燕子 为什么呢 小燕子你发现没有牙 它吃那虫子 就往下那么吞咽 所以同一个动作 用solo就好了 但是如果这个gobble和devour叫狼吞虎燕 就风卷残云一样甩开三帮的咔吱吃咔吱吃这么吃 狼吞虎燕 我们用这两个词跟老师大声读便 gobble gobble 再读第二个词 devour devour 这口型就大 低头挖了一声就吃光了 狼吞虎燕的这么吃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154页 第三册 154页的第21行 就是三人三可难忘的一天里边 154页第21行 咱看这句话 Only two stray dogs benefited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 greatly devoured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仅仅有两只流浪狗 stray dogs迷失方向 这个找不到家的狗 从这一大疼混乱状态之中得到了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贪婪的吞吃掉了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这个devour是吞吃掉的意思 你看大口的咔吞咔吞 风卷残云的迅速的这个吃 可以用它 那我们再多看几个 还有一个词 这个叫细嚼蔓咽小口的咬 一般是女孩子像林黛玉这种吃东西 就不能像山东大汉那么 咔吞咔吞咔吞那么吃的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细嚼蔓咽小口的咬 大声来读一下 Nibble Nibble 你口型就小嘛 Nibble 嘴就张不大 Devour嘴就张大了 好 我们看看一个句子 把这几个词用上 咱们看怎么翻译 他说 Eagles catch snakes That gobble toes That swallow insects That nibble green leaves 虫具套虫具 这很有趣 这个鹰抓什么 鹰抓蛇嘛 然后蛇就怎么样呢 加定义虫具 蛇呢会大口的吞掉 这赖蛤蟆 toed就叫赖蛤蟾蝉 而这蟾蟾蟲又怎么样呢 里面再套一个定义虫具 在那观音代词当主义了 那swallow insects 这个蟾蟲呢会吞咽这些小虫子 insect 而虫子呢再加定义虫具 虫子呢又会咬那些绿叶 吃绿叶 虫子嘴小 所以小口的咬 叫Nibble 你看gobble swallow Nibble 这几个词可以放在同一句话中 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这是咀嚼和咬 这个相关的词 我们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呢 咱们就看看刚才那个法语词汇 就是未婚夫 定了亲了 但还没有成家 还没有正式圆房 咱们叫未婚夫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这词 fiancé fiancé 这是法语词汇 是发音有点特殊 咱们把公的和母的一块看 未婚夫叫fiancé 如果未婚妻 在后面再加一个字母义就好了 发音不变 大家注意也是这么读 再来 fiancé 未婚妻 你看字母义像一只美丽的大眼睛一样 女孩子两只美丽的大眼睛 所以两个字母义就好记了 未婚夫像未婚妻挤眼 闭着眼睛 一只眼是未婚夫 这就好记了 都可以读成fiancé 但这两个词又另外一个发音 都可以把重音后移 也行 我们再读一遍另外一种发音 fiancé fiancé 两个发音都行 fiancé 或者fiancé 未婚妻 未婚妇 两个发音都可以 发音一样 拼写不同 那么未婚妇是这个意思 咱们换一下 下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英语的本足词 也可以表示类似的含义 也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就我们说准丈夫 还有准新娘 这固定搭配 别自己编 见过之后再用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未婚妇 husband to be husband to be 这个to be就即将成为的 再读一下后面这个 bride to be bride to be 就即将成为新娘的这个人 准新娘嘛 还有呢 我们就是新郎官 还有新娘子 我们新郎官可以用这个词大声读一下 groom 或者用同一词 bride groom bride groom 都行 我们知道这个groom这个词呢 本来可以表示马夫的意思 后面就是给新娘子牵马的这个人 新郎官牵着马 新娘子 这骑在马上面 对吧 马夫用这个词 就是指新郎官 我们再读一下新娘子 bride bride 新娘子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这个在新娘子周围 有这么一群人 叫女的宾相 就是宾呢 是这个宾客那个宾 加个单立人 左边单立人 右边一个宾客那个宾 叫宾相 相 就是丞相 那个相 就是一般有四个 在婚礼上呢 就是辅佐来帮助 这个新娘子的这个人 一般是新娘子同事啊 或好朋友 这四个人里地位最高的这个人呢 我们叫伴娘 就是陪伴着 并不是陪伴着她娘 就是一般是新娘子最好的这个 这个这个朋友 最好的女伴当伴娘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有些美剧像Friends 老友记里面 你看 莫尼卡结婚的时候 那几个人都争作她的伴娘 就证明跟这个新娘子关系最好 而这个新郎官呢 在身边有一群人 叫男的宾相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groupsman groupsman 而这伴郎呢 就是这四个男宾相里地位最高 那个跟一般跟新郎官关系最铁的这个 叫伴郎 我们再读一下 bestman bestman 就好像最好的那个人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一组词 我们在新婚夫妇 新婚燕儿 这在婚礼上经常出现的 新郎子 新娘子 新郎子不行 新郎官吧 新郎官跟新娘子绑在一块 这两个人 新婚燕儿 新婚夫妇 两个大肥都行 先读一下第一个 newly wise newly wise 好 再读第二个 happy couple happy couple 快快乐乐这么一对 都可以表示 这个新婚夫妇 这个含义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在第46号里面 就出现了这个 newly wise这个词 注意这个 必须加S 我们看212页的第四行 到第六行 212页的第四行 到第六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armed with the right tools and materials nearly wise galy embarked on the task of decorating their own homes 注意 这个必须加S 是复数了 所以后面 embar不能加S了 这个拿着 咱们在第二课 讲过armed with 拿着什么工具 对吧 拿着合适的工具和材料 这新婚夫妇们呢 galy 这个gay不是同性恋爱的意思 是快乐的 快快乐乐的就开始了这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装饰装修他们自己房子的这么一个任务 注意 newly wise 亲婚燕耳 亲婚夫妇 小兰口 开开心心在一块 可以用它 通过这词 咱们把结婚 相关的这新人呢 周边的这些词汇 可以放在一块来记 好 这个中心词汇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汇 我们接着来看 就是炉灶这个词 注意不要多oven 一定前面这个字母 我发道V字的这个 在第四课老师讲过 中间道V字 跟那个E字母E倒过来 那个口型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音级是中毒 但字母V呢 是上压 上压 出下唇 我们大声那边 oven oven 这个叫炉灶 当然大家注意 这个词表示炉灶 一般都指什么 没有明火的那些炉灶 什么烤炉 烤箱 什么微波炉 一般用在这些类似场合 我们用它 比如说微波炉 配图片 我们大声读一下 microgave oven microgave oven micro 本来是微小的 后面的wave就播 微波 microwave 微软叫microsoft 对吧 微波炉 可以用它 但是不要读称 micro oven 容易跟英国当年的球星 麦克尔欧文搞混了 确实发音有点像 但欧文可不是微波炉 我们大声读一下 micro oven micro oven Owen不是oven 它后面是上下唇碰撞 再读一下 micro oven 但是注意oven 一般是什么 微波炉 烤炉 这种 我们再看相关的 比如说要是指生活中的火炉 取暖用的 一个大火炉子 烧煤的 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tove stove 最后字母V 上牙出下唇 停的这个位置 再来一遍 stove 这是火炉子 用它 下面还有一种我们叫做煤气炉 其实就煤气灶 咱们炒菜这个地方 现在在家里这个东西流行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gas cooker gas cooker gas就是那个气 那个煤气 用它来烹饪饭的东西 叫煤气炉 还有我们说壁炉 就家里一般欧式房间有这么一个的 这个相当常见 在外国特别常见 我们大声读一下 fireplace fireplace 这壁炉 就是在墙上生火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 咱中文也叫炉 但英语中用不同的词汇 锅炉 茶炉 火车上 这个大学里边 一般都有这么一个烧开水的锅炉 我们再读一下 furnace furnace 在中国都用一个字炉 在英语中用不同的词汇表达 这个在不同场合 咱们别把它弄混了 把它分清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看在这 好 下面咱们看看这颗书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就是这个女发言人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spokeswoman spokeswoman 这是女发言人 这个词为什么说一说呢 因为在英语的古代英语中 根本没有女发言人这个词 以前只有这么一个词 就是spokesman 因为以前都是男的工作 一般女孩子结婚之后在家里面相夫教子 所以一般都是男的在工作 所以发言人一般是男人做自根 我们大声度下 spokesman spokesman 这是发言人 后来因为慢慢女孩子也出去工作 跟男人都一样了 在女权运动之后 很多妇女就不满意 为什么发言人都是男的呢 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 出现女发言人这么一个词 出现spokeswoman 后来又出现一个词 叫spokesperson 发言人就男女不明了 其实这个spokesperson 一般指男的还是指女的呢 一般用它指男发言人 尤其是发言人 自称 I am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committee 我是委员会的一个发言人 这是表示对台下的女士表示尊重 避免性别歧视 但是女发言人 自称的时候 当然得说 I am the spokeswoman of the committee 就这样了 因为性别歧视 一般都是针对女性的 歧视男性是没事的 所以避免性别歧视 咱们一般男士的 自称叫spokesperson 如果女士呢 叫spokeswoman spokesman 这个词慢慢慢慢 就一般都不好意思说了 被淘汰了 类似的像主席chairman 以前只有这么一个词 主席 现在主席也可以由女士来充当了 所以是chairwoman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呢 一个男主席自称叫chairperson 或者在发言时指主席 如果台下有女观众 女听众的话 咱们一般都用chairperson 而不用chairman 即便这个主席真的是男的 这表示对女士的尊重 这个当场是咱们得知道 下面还是通过一个听力真题 咱们看一看 看看他称呼这位男的主席 是用哪个词来称美 他问的是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再听一遍 他问what does the man mean 咱们看看 ABC的选哪一个呢 好了 我们看正确答案应该是 A选项 he thought Doc Jeffries would get a job 他早就认为 Jeffries博士呢 将会得到这份工作 一般估计是thought的嘛 他原来就以为 应该他会得到这工作 咱们看看为什么选A 把原文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好 这个女孩子说的Dean 这个Dean要注意了 这个Dean一般在美国大学 翻译成院长 他比这个系主任 还要略微大一些 系主任咱们一般叫chairperson 或者有的是用head he is actuall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这个人是英语系 系主任可用脑袋 这个词head 或者用chairperson都行 比他更大一点 院长叫Dean 院长刚刚宣布了 Jeffries博士呢 就即将来接管 我们英语系的 这个系主任 主席这么一个职务了 你看这个人是个男的 为什么呢 he was the obvious choice 我们说he了吧 但是还有用的chairperson 就是表示 对女数的尊重 一般是这么来说 第二个这男的说 I knew it all along new 用一般过去词 表示以前就怎么样 all along 表示早就如何了 all along 是个固定的 这个搭配叫早就怎么样 可以大声来读一下 连读 all along all along I knew it all along 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 he was the obvious choice 他是很明显的选择 咱们系呢 也就他这么一个人 还有点财学 其他呢 都窝囊费 不是他当主席才怪呢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男的是什么意思呢 he thought Jeffries would get a job 他认为 Jeffries博士 将会得到这个工作 这是很明显的 注意chairperson 表示 对女数的尊重 用他来称呼 男的主席 好 这是我们第七课 的声词和短语 比较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学到这儿 希望大家一定得 仔细复习 单词部分 我们先看到这儿